地球是人类的共同家园 积极应对气候变化 实现绿色发展 已经成为我们的共识 2020年 习近平主席代表中国政府和人民 已经向世界宣布 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 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 中国的城市正在认真落实 习近平主席的庄严承诺 近年来 青岛市持续加强生态文明建设 积极应对气候变化挑战 把建筑作为节能减排 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领域 通过建筑全生命期的 节能管控 降低建筑能耗和碳排放 我们积极推进居民建筑的节能改造 2008年至2021年 青岛市持续推动节能保暖工程 一共完成建筑节能改造 3800多万平方米 汇集居民约47万户 每年可以减少碳排放51万吨 我们探索提升公共建筑能效 在承办第29届奥运会翻船赛事的青岛奥番中心 打造灵碳社区 通过利用海水源热泵 工业余热回收等技术 对区域范围内实作建筑的能源系统 进行能效提升 每年可以直接减少碳排放8600吨 我们大力推广超低能耗建筑 去年C40城市气候领导联盟 发布了全球绿色与繁荣社区导责 青岛市的中德生态园 作为国际化合作背景下的绿色生态城区 凭借规模化推广超低能耗建筑 取得了图书成效 入选绿色建筑和绿色能源板块的七大案例 也是该板块唯一入选的中国案例 一个个绿色低碳项目的落地使用 标志着青岛正逐渐走向应对气候变化 与绿色低碳发展的事件前沿 随着第26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的闭幕 加快落实气候行动 将成为C40城市气候领导联盟的重点工作 青岛市作为成员城市之一 正以经济社会发展 全面绿色转型为引领 不断探索城市绿色低碳发展的新路径 同时呢 我们也将继续参与C40和成员城市组织的活动 共同探索应对气候变化新思路 让城市更绿色 更宜居 更美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